好 继续今天十点不一样 国际焦点先来关注的是 欧美允许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本土 而俄罗斯也动作频频 除了跟白俄在乌克兰举行 非战略核武演习之外 甚至将携带紧速弹的潜舰 开往美国后院古巴 进行大西洋石炮演练 对美国下马威意味浓厚 俄罗斯列宁格勒军区车队大举压境 俄罗斯国防部释出最新军援影片 和最亲密盟友白俄罗斯 在靠近乌克兰边境展开第二阶段 战术核武演习 双二的这场军演目的是 希望两国非战略性核武 装备和人员能随时处在战备状态下 以及确保双二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选在乌克兰和平峰会前举行 时机相当敏感 虽然战术核武相对于战略核武在攻击威力上较小 但在破坏能力上依旧是相当惊人 可以使用飞机中小型飞弹或者透过火箭进行投放 能够在战场上阻止敌军的快速推进追击 自然引发西方世界担忧 不满欧美国家向乌克兰开绿灯 可以使用西方武器攻打俄国本土 俄罗斯这次直接把军舰开到美国家门口 俄罗斯海军核动力潜舰科山号 和巡防舰戈尔什科夫海军援船号 在大西洋进行精准打击演练 同一支舰艇队伍还在周三直接开进美国的后院 古巴对美国夏马威意味浓厚 虽然古巴当局强调俄国这趟远征到哈瓦那 并未攜带核武 但却戴上了高时高超音速飞弹 美国军方不敢大意全程紧盯 古巴离美国的海岸只有180公里 所以如果使用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 攻击目标那美国是很难防御的 还有一点如果俄罗斯的核潜艇 虽然它是攻击型的核潜艇 可能没有搭载核武器 但是它的常规导弹也可以打到1000多公里 实际上也就是在美国的家门口埋下了钉子 只是在各种国际经济制裁下 乌克兰战争还持续在打 普希为何执意要砸大钱 派军远征到古巴演习 它会不会将来也把类似的导弹 卖给古巴 卖给叙利亚或者是卖给伊朗 这个实际上是和美国的一种针锋相对的博弈 至于在乌尔战场 俄罗斯的飞弹持续发射 乌克兰全境周三空袭警报再度打作 从官方telegram上可以看到 一整个早上国家级警报简讯没有停过 从首都基辅到南部港城奥德萨 都接连传出巨大爆炸声 领国波兰的军机甚至一度紧急升空警戒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目前则在德国出访 受邀到德国国会发表演说 也努力替乌克兰再争取更多军援 子伦斯基也希望盟友协助乌克兰战后重建 俄俄国不断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 已经瘫痪八成火力发电厂 和三分之一水力发电设施 迫使全国必须分批停电 根据基辅经济学院预估 光是要重建供电设施的经费 恐怕就高达506亿美元 相当于1.6兆台币的天价 TBBS新闻综合报道 恐怖组织ISIS2019年被歼灭之后 留下许多ISIS新娘跟伊斯兰国成员的小孩 大约有5万多人被安置在 叙利亚北部的一座难民营 负责看管的叙利亚民主力量 为了防止这些小孩被灌输极端思想 刻意将他们跟妈妈隔开管理 引发违反人权争议 曾是恐怖组织ISIS 重要据点的叙利亚北部地区 在ISIS消灭5年后 仍甩不开悲惨命运 当地用来安置大量 ISIS嫌疑分子家属和难民的霍尔银 实际上更像露天监狱 恶劣环境还被形容像是不定时炸弹 因为里头似乎悄悄传递ISIS意识形态 几名带头巾的妇女不必会对镜头 比出招牌时之首饰 说不后悔曾经加入ISIS 但苦的却是其他家人 像是长期受困营地里的小孩 想偷偷逃离 却又被抓走 霍尔银其实有美国支持的 叙利亚民主力量SDF看管 他们坦诚会从营地中带走青春奇男孩 以防他们受母亲的影响思想变激进 叙利亚民主力量也声称 年初曾拍到营地中军事训练儿童的影片 他们还认为这里每月新生儿数 达到60人不太正常 一些青少年早早结婚 似乎想加快孕育下一代ISIS 因此他们才将营地中的青少年 转移到另一个更生中心 强势剥夺他们与亲人接触的权利 一些少年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几岁 只记得像是被绑架般带走 这样的做法也多次被人权组织指控 违反国际法 然而CN发现一些青少年 不一定被带到更生中心 而是带到更恶名昭彰的全警监狱 这个监狱是全世界最集中关押 ISIS的地方 却曾在2022年发生百人越狱案 成为隐忧 还有人形容这里的环境 恐怕比关塔纳摩湾更糟糕 一名少年说14岁时就被抓来关 如今19岁还是出不去 监狱中还有一名被指控加入 ISIS的英国籍巴基斯坦医生 他自认识阴谋下的受害者 却没人能帮他回到英国 至于聚集大量妇女儿童的营地州 虽然一直有呼吁遣返的声音 但进度缓慢 包含曾跑去当ISIS新娘的30岁 美国籍女子至今也和7岁儿子 受困营地州完全回不去 他说宁可回到美国重新受审 也不想关在这个露天监狱中 无奈营地中的大多数人都像是被直接抛弃 下一代人连带受罪 无止境的绝望恐惧 又会演变成什么模样 令人难以想象 点新闻 综合报道 再来看古巴 古巴因为受到美国经济制裁 近三年通膨率已经飙到50%以上 最近更出现银行领不到现钞的现象 主要原因是民众对政府不信任 古巴现钞只有三成被存在银行 有七成都在市面上流通 而古巴批索现在也在黑市上大幅贬值 跳进大海里消消暑 受到声音现象影响 古巴今年五六月就热到让人受不了 古巴今年五月可能创下73年来最热记录 白天动则35度的高温 偏偏此时还要在大太阳下排好几个小时来领钱 更是崩溃 最气的事还可能领不到钱 古巴从今年初就疯抢现钞 尽管政府开始推行线上交易等等 但是古巴经济常年疲弱 民众手中没拿着现钞就不安心 但问题是大家对于经济体系早已没有信心 不敢把钱放银行 银行里的钞票不够 就连外资企业都领不到欧元及美元现钞 再加上古巴的汇兑常年混乱 政府供定价是24匹索兑1美元 50以上 生活快过不下去 共产时代的老路粮食配给 再度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支柱 没有制造正工业的底 全靠观光称 在美国严厉制裁下 欧美游客大幅减少 鲜艳的老爷车 天天空车 盼不到欧美游客 现在古巴转向拉拢中国大陆 以及俄罗斯 俄罗斯游客千里迢迢来到加勒比海 但毕竟还算是少数 称不上主要客群 古巴真正赌的是中国大陆市场 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5月初宣布对大陆游客免签 5月底北京第一批对古巴直航航班 将大陆游客打包直送哈瓦那 路客大战太方便了 免签秒通关 一到饭店还听见了熟悉的声音 唱的是中文 甚至连menu都能无痛瞄懂 酒店里面开始有中文配置 房间上面的话呢 以前来的时候 船都是西班牙文 那现在的话呢 会有很多一些 例如说这个中文的一些菜单 直接附上翻译 饭店业也已经摸透了 中国游客的禁忌与喜好 这样的全面银河 当然就是希望中国大陆游客 多多益善 只是除了大饭店 能够全力配合外 街头小贩坦言又困难 语言就是一大障碍 只是拥抱中俄市场 已经是古巴在各种制裁下 不得不走的路 TVBS新闻 综合播放 好 继续来看的是 民众实质的经常性薪资 不但年连负成长 还有通膨巨瘦 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 再加上诈骗危机 充斥生活 台湾人民的生活 真的是越来越辛苦 尤其从主计总处公布的 110年家庭财富分配统计来看 台湾的贫富差距变超大 用竹竿和帆布 简单搭建的晒疫区 社福机构来到贫穷家庭 进行访试 从了解生活提供协助 不过在社会当中 除了社福单位的帮忙 也仰赖政府的支援 而总统蔡英文执政八年 民众实质的经常性薪资 不但连年负成长 再加上通膨巨瘦 贫富差距扩大 还有诈骗危机 充斥生活 对于新上任的赖清德来说 更是挑战 我个人觉得 诈骗这个事情 对弱势族群冲击是最大的 那除了会造成 他们的经济损失之外 那也可能会延伸成 是法律上的议题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 收复了家庭的家长 他们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提供了他们自己的身份证 给诈骗集团 但背后的原因 正是因为他们为了生存 急需用钱 进而掉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当中 让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 落入更痛苦的深渊里 之前这个柬埔塞的这个事件 就是很多富海外打工的年轻人 他们掉入到这个陷阱里面 他不是造成自由被剥夺 也包含他们自己身体上受到伤害 那柬埔塞打工事件 包含之前的一年多 诈骗集团也就是看到了弱势家庭的需要 刻意诱骗 虽然政府不断做宣导 也不见得升职到每一个人心中 但诈骗对弱势家庭而言 更加没有能够承受的风险 他们要做到什么样的标准 我觉得也许政府可以给他们 一个确定的标准 毕竟诈骗集团花招摆出 还持续推陈初心 就怕一个不小心落入陷阱 现在政府也从源头下手 加重罚则 目前新的这个法律规定里头 打造司法里头规定 在这个刑期加重的部分 现在有一些新的规定 像是如果你是三个人以上的组织犯罪 或是你的诈骗金额超过一千万 或者是连续的这个犯案的分子的部分 这部分都有刑期的加重 那我觉得在这个刑期加重的部分 确实是有机会可以去 遏止这个诈骗集团继续做诈骗 而现在不止诈骗问题棘手 通红率也连年突破 2%的警戒线 火食用品连年寒涨 民众薪资却没有动静 生活压力可不小 现在跟台湾出口结构相似度 最近的国家 也就是南韩 就是说台湾跟南韩 在这个什么经济条件 还是比较相当 而且在出口的主要项目 其实又非常相近 那比较这两个国家 从疫情发生到现在的通膨 跟贫富差距的情况 其实台湾是相较南韩 是这个相关的数据是比较好 第一个通膨当然是比南韩低 如果依照主计总处公布的 110年家庭财富分配统计来看 台湾的贫富差距 从30年前的16.8倍升至66.9倍 但相同的计算方式下 南韩是140倍 澳洲93倍 法国627倍 英国109倍 如果说客观的来分析的话 应该要放租国际比较 如果是说IMF认定的这种 已开发的经济体 就是说这几个经济体里面 台湾在通膨还有贫富差距 比如说像我们一般赖以 衡量贫富差距的 这个纪念系数等等 表现其实都是还不错 即便和其他国家相比 台湾的状况说不上糟糕 但就怕照片更加猖獗 贫富差距扩大 政府要做的除了遏制 当然也得创造人民福祉 否则最终就是用选票说话 TVB新闻和这样一些单词 台湾报道 继续今天十点不一样精神 先来看在疫情之后 美国出现了大离职潮 更引发一连串的 在职离职 安静离职这些名词 不过到了今年开始 这大离职潮的状况 开始趋缓 不过专家也提醒 企业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现在的市场 仍旧缺工的状况 还是存在 完成公司招办事务 也会利用闲暇时间 充实自己的专业技能 俊荣是来台湾念书的乔生 再过一个月就要毕业 从四月开始 就准备找工作 投履历 已经接了几个工作面试的机会 不过没有遇到最理想的职务 但在整体缺工的大环境下 对于求职仍然很有信心 我目前都有陆陆续续去面试 但是应该是说我目前去面试的 并且得到二分的都不是 我排在第一顺位的职务 以人类银行的数据上看 全台值缺数仍然维持在高点 以同期五月相比 二零二二年工作机会有一百点七万 二零二三年一百零四点九万 二零二四年则上升到一百一十二点七万 其中以住宿餐旅最缺人 接着是批发零售业 以及电子资讯半导体业 疫情之后我们的值缺数 一直是盘升的一个状态 那到五月份最新的话 也来到一个历史新高 但是其实我们同时看一下 在市场上在找工作的人 其实只有59.2万人 所以这样子两个数字一比 我们就知道这个求工比 大概是1比1.9 也就是说大部分求职者 都可能有两个左右的工作机会 所以可以想象 其实对企业来讲 找人还是一个蛮辛苦的事情 尽管值缺数仍在攀升 但整体职场环境 却已经不像两年前员工 说走就走 罗茨的比例开始减少 蛮多中高届求职者的观望比例 有变高 对 那初阶的一些角色 反而其实他们比较多的 选择权力更多了 偏向那种专高届 那种所谓纯白领的一个部分 他们的一些工作机会 其实市场上还是有很多可以选择 对 那只是说跟去年比起来来说 但包含可能现在 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影响性 还没有到绝对的一个明朗 所以对于很多求职者来说 他可能尽量不会选择过多 我们讲说落词的概念 都会等到确定下一间企业服务 可能是不错的 不过相比美国 疫情期间 美国企业都积极要填补人力缺口 从工厂客服到总部都缺人 在2022年3月 每一位美国失业劳工 可以对应到两个职缺 不过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 2024年4月 美国新增17.5万个工作 远低于预期 职缺与失业劳工比下降到1.3 辞职率下降到2.1% 大辞职潮似乎开始消退 因为受到全球景气的影响 特别是美国经济非常不稳定 对 所以说2023年的时候 其实非常多公司裁员 然后也停止招募 对 所以对很多人来讲 有风险需要承担的 对 所以说这个风险 我觉得一直延续到今年 今年算说职缺的量有回来 然后人才开始也开始 比较积极的去观望 有没有新的机会 对 但实际上裸池的人非常少 那我个人自己观察 应该不至于会很快的 会再有一个很大波的离职潮 虽然美国大离职潮的线上 开始趋缓 不过企业主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这一两年下来 是陆续出现上市安静离职 还有在职离职的状况 这也让企业主要开始思考 如何来揽财 其中很重要的 就是要提高员工的工作价值 对企业来说 流财依旧是挑战 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 还有随着经济数位化 员工拥有的技能 与雇主所需的技能之间 落差逐步扩大 以及AI的发展 都让企业填补人才的挑战 越来越大 我觉得在现在市场 比较稳定的情况 企业还是要回归到 最根本的面向 也就是说 这个职位是不是真的能够 为员工创造舞台 然后让他们感到成就感 市场回稳以后 就是要回归到本质 少子化人力不足是全球趋势 预期担心大辞职潮再度来袭 企业主更应该落实 人才永续 提高员工 向行力 TV媒体新闻 与新安留意君台北 采访武道 军工教年金改革之后 已经快六年了 分析探讨 这几年的退休率 确实下降不少 而且年纪还从原本 平均的56.5岁 到58.91岁 普遍延后退休三年 而年改后 似乎确实让台湾 跟上世界潮流 但也造成高龄化 在公务机关服务了40多年 一直到借铃65岁才退休 开始享受自己的生活 在我的部分 我是从当初规划 要上当公务员的时候 就一直认为 我要做到65岁 不会因为年改的关系 让我要去提早退休 所以我就从一分发 就在随间处工作 到退休也在随间处 所以在那一选 你还想当公务人员吗 因为我的个性 我还是会继续选招公务员 因为我觉得公务员的生活 比较安定稳定这样子 尽管年改后 退休基因大幅缩水 但他们说 没有影响到原本的退休规划 军公教人员年金改革上路6年了 但根据统计前五年的总退休率 平均2.84% 年改后降为1.82% 大幅减少了36% 公务人员退休人数 也从2012年的10169人 到2015年都破万 但2021下降到5746人 是近十年新低 其余都是维持在6000多人 但退休年纪从56.5岁 普遍延后了 来到了58.91岁 看似好像有跟上国际趋势 延后退休 对此也曾有不满 年改团体指出 公务人员不是不想退 而是不敢退 但不少公务员有不同看法 就比如说像我朋友 他是在德国 然后德国的退休年龄 是67岁 但是你今天如果说 要我做到65、67 那也是可以 但是你的措施 你搭配说是对的 就因为现在我退休的时候 他只采计40 那我已经超过60了 那你不能说我工作40年 采计40 我工作45年也采计40 那这样子就是不符合比例 对 也没有诱因 如果再摊开新北市的统计 其实104年的退休年纪 平均无4岁 尽管每一年确实都往后延 来到112年平均59岁 人数在年改后大幅减少 每年约250人 112年突然上升 是因为警察退休人数增加 分析原因大多另有生涯规划所致 只是年改后 尽管退休率下降 看似工部门高龄化 另一方面也依旧是缺额补不齐 因为他们也缺工 尤其地方政府 重要也感受到有这个 其实就这些 其实现在全国什么都缺 护理师缺 工程人力缺 医师缺 社工人力缺 也都找不到适合人才可以递补 所以这个是没有最辛苦 只有更辛苦 一方面能够做一些建议 比如说 适度增加他们一些流任奖金 一些加急 如果有机会 可以修改相关的规定 或者法令 能够同意他们在退休 或是离开之后 可以比较有机会管道 再回应到公务机关 我们接种他的专业 种种因素 以前说稳定的工作 现在都没吸引力了吗 受到小子化 还有民间企业又阴下 确实多少有影响 但今年减少科目后 补习班业者表示 以目前来看 报考人数其实没有太大差异 依照工作内容来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 在我们政府来说 需要去做一些些 里面组织的改革 因为毕竟年轻人 还是比较希望 可以有比较活泼的氛围 或者是比较融洽的 一些工作环境 这个我觉得是要 循序渐进他们去做调整的 但是如果是为了要求稳定 然后福利制度 或者是你把眼光看远一点点 例如说将来的 可能包含生育 包含的房贷 其实考工人员 还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时代风气都在改变 年改或许不是他们 所考量的问题 而是铁饭碗 恐怕已经不是 年轻人们的最大诱因 TVB的新闻 廖广斌 西游伦 西北市采访报道 来看这样子的网购诈骗 民众没有订包裹 却收到简讯说 要去超商领取 真的要小心 这就是幽灵包裹诈骗 有网购习惯的民众 可能一时就没有注意 前往付款领取包裹 回家之后才发现 自己根本没有订这个商品 就打开之后 发现真的被诈骗了 当初看到台湾品牌硬碟商品特价 手指毫不忧郁 点了订购 收到货之后 发现是杂牌 谁敢用啊 无法退还给诈骗集团 但也买到了教训 我就是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发现 人真的不能贪小便宜 而且买东西 真的还是要注意 就是 所以后来我也是 一直跟朋友说 就是在网络上购物 真的还是要小心 一页式广告 是网拍诈骗的 其中一种形态 另一种则是收到简讯 叫你去超商取货的 幽灵包裹 收到了一封简讯 他就叫我去超商 领取 货到付款的商品 所以我就去超商 就是Steven 拿了那个产品 然后也付了他钱 然后就打开的时候 发现里面的东西 完全不是我买的 我立刻就查了一下 上面的那个 品牌 然后发现很多人 都是被这个品牌骗了 所以他们就说 这个可以申请退货 平常就爱网购 所以不宜有他 还好超商给退 才让李先生省了一笔 每天都在网购 也不会分得出来说 这个东西我有买 或是没有买 其实就是收到的简讯 他上面写的 其实也没有很清楚 说是哪一个商品 他就说 你的商品已经到 某一个便利商店了 就叫你去取货这样子 诈骗包裹事件层出不穷 过去民众付款取货 拿回家发现是被诈骗了 通常都求住门 或是只能自认倒霉 但是现在超商有申诉管道 可以作为补救机制 两种情境 第一种是 来姐你好 到超商取货 但不记得 有买这个牌子的东西 我好像没有订 这个包裹 那你要不要回去 先确认一下看看 因为现在诈骗包裹还蛮多的 另外一种则是现场付款 拿回家拆封后发现 并没有订过这个商品 收到的不是我的包裹 那您可以帮我扫一下 我们这边 我们有安心许的平台 我们可以在上面做申诉 贴写完资料的话 七天之内左右 会就还你 第一线的超商店员 会协助消费者 申请退款 只要消费者呢 这个对这个包裹有疑虑 觉得它是这个诈骗的包裹 都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平台申诉 那我们会先将这个费用会先退给我们的消费者 让消费者来我们这边领取包裹的时候呢 能够更为的安心 那透过这样的做法呢 我们也阻止这个诈骗包裹的几率有六成以上 四大超商都有相应应的处理机制 根据刑事局统计 包含包裹诈骗在内的甲网拍事件 今年一到四月 总共发生两千五百三十一件 财损两亿多元 是投资诈骗财损的十分之一 财损量已经少很多了 然后案件数也是属于偏少的 超商或各个通路的管道的店员 他们也会去留意说 民众他的包裹有没有一些可疑的特征 比如说可能是境外的 或是写非卖家 或是甚至有贴什么黄色胶带 这一些类型的 他们看到都会去提醒说 你来领包裹的民众说 这是不是诈骗包裹 警方特别提醒除了诈骗包裹外 还要特别注意境外包裹 有没有夹带违禁品 避免被栽赃 我们还有一个app叫做毅力尾 那这是官方推出的 我今天去购买了境外的包裹 那这个包裹进来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你里面包裹有什么 你去一一的去核对说 里面的项目是不是你买的 因为像我自己发生的 例子是 我曾经就是在某个平台 然后去下单 那可能是对岸的一个 或是其他国家的包裹进来 那我发现说 他其中夹带了一些 不是我当时去下单的商品 在这个一不小心 就会被骗的年代 我们只能紧紧看好 自己的口袋 TVB新闻中的人 王沟台被采访报导 纯球高龄化是现金趋势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群长者也将是目前的消费主力 因为已经有了经济后盾 再加上退休了 更有时间花钱 根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统计 未来橘色经济 渴望突破96兆美金 只是想要吸引这个族群的话 在广告行销上得要留意 健康意识抬头 尤其在后疫情时代 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尤其来到了药局 不再只是买药 而是挑选保健食品 过去大概以年长者 他的主力产品 大概都是消耗型的一个 类型的产品 像营养品或尿布 大概都很懂得 从那个治疗医学 去进到预防医学 所以以目前来讲 大家都是从那个提升 自我免疫力照护的 一个保健食品开始 然后再搭配那个 居家监测的一个照护商品 像血压剂 耳闻腔跟血氧剂 那以这样的一个产品 来实时去关心 在乎自己的一个健康 银法族的橘色商机 市场多元 以保健食品来说 以往主力客群 年龄层从45岁到55岁 现在向上提升 来到了65岁 人均消费力 比以往成长了50%以上 高龄台湾将成为趋势 主机总处评估 在2026年 老年人口比例 将超过20% 两年后台湾正式迈入 超高龄社会 橘色经济将改变 市场消费结构 不过要吸引他们消费 用字潜词得要注意 那今天如果在广告内容里面 要提到年龄这个部分的话 我也建议不要明白的 特别提到年龄 或者是熟龄族 这些相关的一些潜词用字 更不能有让观众觉得 好像有在进行整个暗讽 或者是反酸 或者是标签化 或是刻板印象化 特定族群 这样的一些潜词用字 这个都是非常不适当的 处理不慎的话 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 冲击品牌形象 也会影响产品的一个销量 因为银法族消费力 真的不容小觑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统计 全球在2020年50岁以上的族群 占了近一半的消费 高达35兆美元 未来渴望再冲高 创造96兆的经济效益 其中主力消费 集中在休闲娱乐 开销占比来到36% 就怕高龄歧视成为宣传反效果 过去曾有车商 在新车改款后选用 老兄你为何不想改变的广告词 暗指跟不上时代潮流 引发讨论 以车辆市场来说 现今年轻世代 遇到的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在于 由于大众消通系统 越来越普及方便 而且在他们的成长过程 已经内化到他们的习惯当中了 以至于他们并不一定 会选择车辆载具 来作为他们平常的交通工具 甚至现在有许多的共享车辆 所以他们不一定得要进行购买 才有办法开车 车辆作为载具 它的存在并不是只有事举 会决定人们购买的可能 包含操控 包含内装 包含他所带给你 可能在生活上面的需要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反而有 很多人他们去买休旅车 因为他可能没有那么多 容量车辆的空间 所以一台车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 这个也会让休旅车的需求 大幅的提升 而想要转化老化的负面观感 首领议题可以有不同操作 像是电商龙头亚马逊 结合爷孙之间的跨世代互动 还有智慧家电的运用 或是日本外务省 让人工智慧跟高龄社会结合 都能让广告内容更加年龄友善 可以把内容聚焦在 这整个这个人生的意义 或者是人生的一个成就 或者是活力 动能 或者是家庭 这些相关的一些面向上面 其实你也可以透过创意的表现方式 去诉求壮世代 而让他们对广告的内容有感 当长寿经济逐渐成为消费市场关注焦点 广告除了要打中你的心 也要自争俱作 TVB的新闻 真神微信伦台北采访报道 好 再来看空污不仅影响环境 对于健康也带来危险 根据国卫医院跟环境部的合作研究 从2007年到2017年 这十年间PM2.5浓度下降超过10% 同时也发现相关的一些空污品质 本身就是过敏族群 因此自己对活氧机的依赖度更高 介绍这一款不只帮环境消毒杀菌 把室内空气中的灰尘细菌都清掉 更讲求一击多用 要除臭按下按钮就能解决 以民众最便利的需求为出发点 市面上空气清净机的选择 也越来越多样化 因为空气品质更加受到重视 空气是活氧机 是可以帮环境中的一些细菌 以及灰尘去做一个分解的动作 同时间环境中的异味或者是臭味 它也可以分解掉这些味道的分子 不只是内自己生活的家中要维护 室外整体的空气状况 更是要长期监控 磨研结果12维克如果相较于108年的 污染减量去年我们大概是减量了 17个percent 如果往后再减量达到40个percent的时候 可以达到12维克每地方公尺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形容它是一个深水区 也就是难度越来越高 环境部第二期空气污染防治方案 从113年到116年 将特别着重中南部污染改善 针对电力业石化业车辆机具 露天燃烧等会持续推动策略 预期中南部空污排放减量 将占全国7成3 希望这个12维克目标能够尽早达成 空气中PM2.5的浓度和身体健康 有所关联 国医院就从2007年到2017年的数据当中来看 针对肺癌肺阻塞以及缺血性心脏病 还有中风的死亡率来看呢 这些数字都因为PM2.5的浓度下降 也有所下滑 其中在中风的降幅达到了7.31% 这十年间PM2.5浓度 从31.7涨到21.47 再看到可归因于PM2.5的慢性病死亡率 细看数据 肺癌死亡率从26.11%降至21.85% 肺阻塞还有缺血性心脏病都有下降超过6个百分点 中风减少的幅度是最多的 另外由于PM2.5会增加糖尿病患者 视网膜病变 蛋白尿风险 长期暴露更会影响肾脏过滤功能 因此国卫院研究建议也把糖尿病患者纳入PM2.5 长期反应的易感族群 PPM2.5它的尺寸会进到气管 进管之外更会甚至进入肺泡 肺泡微血管 微血管就会造成这些尺寸的细血微粒会被吸收 那这些细血微粒一旦被血管吸收之后 就会造成各式各样的一个细血管风险跟中风风险 有些人由于它的肺部也不好 所以细血微粒进去之后 也不太能够被排出来 所以众多的因素 我们认为空气污染所造的细血微粒 可能跟许多疾病的控制不好 跟恶化有它的相关联系 不论短期还是长期 只要暴露在风险中 都有可能诱发心肺疾病 关键在于空气污染提高了细胞发炎反应 进而影响到全身器官 严重会加速原本疾病的恶化速度提高死亡率 戴口罩是一个方式 但是如果说你常常觉得戴口罩觉得吸不到气的话 这时候其实应该要去检查鼻腔的功能 因为戴口罩跟好的鼻子 它的目的是类似的 就以好的鼻子的话 大量的循环力被鼻子就被捕捉了 这也是为什么环境部加盐空品标准 但想达到难度越来越高 目标设好了空有政策没用 从车辆排放工厂排放污染量等方向 也得靠全民努力 TVBS新闻陈如环旧宣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名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